那我们就开始来做 第一个老板最想看 他到底个年销售额多少 个年利润是多少 对不对 好我们先做这件事 各位如果说我想要画个年销售额 所以右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栏位 你个年销售额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找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栏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勾选订单日期 因为订单日期是跟时间 是有关系的 所以勾选订单日期 接下来 接下来他会自动把这个选到的非文字的项目放到轴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销售额 点选一下销售额 图就已经画好了 我先稍微把图放大一点给各位观看 他会把我刚刚勾选的直的栏位 销售额是不是直的栏位 所以这边请打勾之后 你看他是不是会自动放在直这边 可以吗 应该没有问题 我稍微把这个图稍微放大一点 大哥不要随便把眼睛拔掉 我们里面为了上课方便 我先把那个轴稍微放大一点给各位观看 好吧 我先教那个格式设定 格式设定 首先这个轴 这个轴是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数值 这个粘的轴稍微放大一点 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点它 这边视觉效果第一个叫做栏位 第二个叫格式 就是假设你要把这张图稍微里面 稍微放大一点 那你就点这个格式 第三个更重要叫分析 分析 好 你不觉得吗 像这张图 我觉得应该放一点那个趋势线 放个趋势线 你就会怎么报告 你就会这样说 那个个年 个年什么 逐年增加 对不对 放个趋势线 你连这句话讲都不用讲 别人一看就看懂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好 首先我先点这个格式 请把X轴 X轴点开 它不是本来是一个往右 现在请点这个X轴 请把这个值 这个文字大小设成20 有没有看到比较清楚一点了 还有我喜欢那个色彩 不要灰色 而是黑色 这样字数就比较清楚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看到 这个轴是不是2013 2014 2015 2016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X轴缩小 好吧 缩小的话就再点一下 一刚开始X轴左边就这个控制 好我们也把Y轴稍微把那个文字大小设成20 20 所以文字大小设成20 这个色彩我也是把它设成黑色 好 黑色 那Y轴就稍微缩小一点 那你们希不希望这上面出现数值 你们希不希望2013年上面这边出现那个 这个到底值是多少 应该希望嘛 所以这个叫做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可以把它打开 本来是不是关闭 现在你点一下它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字是不是很小 一样的做法 是不是资料标签稍微把它放大 比如说设成20 然后字的颜色也稍微设一下 设成黑色 请问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 以色做得到做不到 都可以做得到吧 而且大家都会做吧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大家继续用以色的做这件事 对不对 当然这是以色谣 以色谣一定要能做到这件事 这个Power BI也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来去观看一下 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几个很特殊的符号 在这里 对不对 接下来我就要讲这件事了 好 我们先讲大数据分析 很重要的应该是一个视觉化的概念 就是你要直接让别人看到 这张资料表的差异性 这张是一张很基本的资料表 如何去做差异性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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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们先把资料表现先缩小 好 我们点回来这个地方 栏位 栏位 有看到这个栏位 栏位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轴 有图力 有直 有色彩饱和度 有工具提示 对吧 好 我们先来观看 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色彩饱和度 色彩饱和度 色彩饱和度 是在做什么事呢 我们把销售额 搬到色彩饱和度 色彩饱和度 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管颜色的 就对了啦 因为 所有的资料表 我希望你都呈现 最高是什么 然后 最低是什么 色彩饱和度 没有 上去一边 你们都没有色彩饱和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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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约是免费版 没有私用版 这个名称 免费版 好吧 那我这边 我先暂时不讲 你们应该都是使用 现在绿色 绿色都是使用 直条图的 原因是因为 直条图最容易看 好 我只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色彩饱和度 它的格式要调整 调整变成 有看到资料色彩吗 建议各位 这边是不是看到最小值跟最大值 有看到 通常 通常我们是颠倒过来呈现 颠倒过来呈现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不做发散 但是把这里面最小值 最小值设成绿色 然后最大值 例如说设成 例如说 成这种颜色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红色 红色 就是比较醒眼 去做资料的划分 尤其是当资料很多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 好 那我就先暂时这边 跳过 应该会有 等一下我们再研究 为什么没有 好 我先把色彩保和度关掉 我们先讲大数据分析工具 首先请问 这张图 我想以色 绝对都做得出来 没问题 但是 但是它没有这几件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向下切入工具 向下切入工具 一个跟两个 有看到吗 一个跟两个 你要能够区别 分辨 一个点下去 这个是属于 就是单一个向下探索 好 先关掉 我们最后讲这个好了 我们先讲这一个工具 先讲两个向下探索 点下去之后 它这边 刚刚是年 现在变成季 这个季所指的意思是 2013年第一季 加2014年第一季 加2015年第一季 加2016年第一季 加起来的总和是2.5个百万 这边呢 有看到吗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那个淡忘记的分析 请问 如果说是您看到这张图表 您会怎么讲 如果就好再加个颜色别 你就会说 你就会说什么 20 应该说 那个我们公司这个超市的销售 在冬季 冬季 最高 可以吗 请问这件事情 我现在只按了一个按钮 它就算完了 Excel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可以 但是不可能是一个按钮就算错 而且你还会算错 有听懂吗 我们要不要回去挑战一下 我只出这个功课 知道吗 你会不会算季 你会不会算第一季 就2013年的第一季 把它算出来 再算2014年第一季 算出来 再算2015年第一季 再算2016年第一季 把这四个季算出来 也就是产生出这一张图 那你用比赛 哇天哪 你还怎么算 可是在这边只要按一个 这个 连续向下探索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可不可以再继续往下探索 可以啊 你就再点一下 好 这张图你要怎么解释 这张图是不是 在这四年中 然后各月份的超市销售分析 看得出来 这个8月到12月 是公司的销售旺季 另外附带的5月6月也是 对吧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会报什么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几月 7月 为什么 因为前面很好 后面很好 为什么中间很差 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接下来 你才可能会报这件事 为什么 连续的 好像很容易被我们忽略 这种单一发生的事件 就很容易爆发出来 可是更严重的是 还不觉得问题所在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用以下算书 这个是2013年的1月 加2014年1月 加2015年1月 加2016年1月 请问他 你们有没有算这一张报表 应该没有吧 你有没有把每一年 就是1月份发生的量 跟2月份发生的量 分别算出来 然后去画这张图 没有吧 现在 你用这个工具 是不是要按 两个按键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可以吗 而且这样报表 这个问题重不重要 你觉得老板想不想知道 这一个问题解决价值多少 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解决7月份销售不好 这个问题 价值多少 0.8个百万 对一家公司来说 0.8个百万 约等于这个 差的时候 一个月的业绩 重不重要 重要 你们怎么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刚做了淡旺季的分析 这边来看各月别的这样子的分析 可是有时候我可能 我先 老师我想问一下 那他旁边这个直线的这个轴 他讲的是平均还是加总 加总 加总 这绝对都是加总出来的值 4年当月加总 这才有意义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们先回到 应该没有人去看那个 再往下还可以再继续看 既看完看月 月看完看日 可以吗 请问一下 那个交通 交通 那个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虎锅店 虎锅店 你去看这样数据 你是不是会希望算到那个 星期各星期周间 每一天跟那个假日 它的一个这个销售额 对吧 因为你要决定 电修要修在哪一天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交通意外事件 或者是这家是超市 超市这边31号不能看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一半 它只有一半 因为可能有6个月是有31天 然后6个月没有31天 所以你不能看这一天 这是不公平的比较 可以 好 那可是你去看一下 这家超市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去看 你觉得是那个月头超市的生意比较好 还是月尾的超市比较好 这边看起来好像 好像它是这样子高高低低 其余佛佛 所以应该趋势线就变成一条水平线 所以是没有什么很大关系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你看这边我们只是在按几个按键 就算出来这件事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往上 往上 往上 有向加探索 当然就是有向上 我们来到最上面 其中我们来看这件事好不好 我们讲完 我们讲完这个四个工具 我们都讲完 我们再下课 很快就讲完 这个工具是在算什么呢 连续性 当我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连续向下探索的时候 这个连续向下探索 为什么讲连续呢 你看这中间是不是有一条横线 它就会按照 按照什么 各季 各季 2013年第一季到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3年第四季 2014年第一季 依此类推 这样来去呈现资料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资料好像呈现这样子一个逐步上升 可是这边有看到吗 就是冬季到第四季到第一季 这边的变化是很大的 为什么 这跟蚊子有关系吗 因为登革热不是在 登革热不是长这样子吗 登革热理论上应该长这样子吗 这超市 超市 老板会希望一二三月不好吗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相对的你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性 除了这样子逐步上升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了第四年的变化 他已经没有这个阶梯状了 他变成什么 二三世纪都是平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边还可以看 约略看出来 约略看出来 这第四季有很高的成长 对不对 就是说 这边的一个变化 已经跟四年后这边的变化不一样了 这么重要 当然也很重要 这是从连续型来去看这件事情 可以吗 所以你今天若是用这样子一个工具的话 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去真实的去呈现你的资料 原来是讲什么样 所以连续性要不要做分析 要 那么登革热 你觉得要不要做什么 季节性分析 交通意外事故有没有好发生在某几月 甚至车祸 一天不是24小时吗 他干脆给你10到分 就是除了年月日还给你10个分 为什么 因为重要啊 请问一天之中 你觉得是班管容易发生车祸 还是上班 上班的时候 还是下班 还是三星半夜 对不对 这是不是觉得我们来分析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随便随便任何这 现在我所呈现的报表 通通都要独立呈现 独立呈现 然后去分别说明你这个世界 可以吗 所以怎么样独立说明呢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对了 我等一下要告诉你独立说明 做法很简单 做法非常简单 举例来说这边复制贴上 它是不是就产生了第二张 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假设你要呈现它的季节性 假设这一张 这一张你要呈现它的季节性 是不是就点它 这一张是不是要呈现它的什么性 个月 个月 是不是就直接呈现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不要暂时告诉你说 什么图表最适合设定 成什么样子 稍后晚一点我再介绍 统计图表的应用 但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这些图表 复制贴上 然后你自己再去做设定 好 最后 最后我想要跟你们介绍的是 这一张图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工具 它是单一期的相架探索 什么叫单一期 点它 这个时候可能老板他会很想要去看什么 他想要去看这一个 他想要看这一期 那你就点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2016年的四个季的资料都在这里 只有一年的资料 可以了解这件事吗 这个图 这个图 它只能剖析某一年 所以这边它的剖析的速度是蛮快的 可以哦 这个工具 有听懂吗 这边你看到就2016年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2016年 2016年全部加起来是不是5.5个百万 点下去之后 这边是不是变成0.91加1.54加1.44加 加多少 1.6 加起来就是5.54 可以吗 加起来就是这个5.5个百万 不信拿出计算机来算一下 可以吗 好 这是当 如果我们今天只想看某一年发生的事情 他也可以在这张报表上面呈现 但是通常我们都不会请你这样做 因为我们会等一下会介绍联动 用联动来说明这件事会更棒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有各年的分析 然后这边复制贴上 然后再来可以去看到 各月的分析 再来各年的分析 各季的分析 发现第四季是比较高的 再来是不是会发现这边 以各月来去看的话 应该是那个5.6 以及8月到12月 这边的销售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1234以及7月销售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7月为什么这么低 或者是说2016年 你觉得我们这样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然后就当作结束 这样是不好的 例如说 例如说这边我讲这件事 老板 大家好 我要跟各位讲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这四年来 2016年 2016年 我们的销售是最早的 报告完毕 这样子感觉好像说故事 只说了一个结局 好 例如说什么 名栏最后 最后跟什么 那男主角像是什么名栏 突然忘记 什么什么二爷 然后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中间跳过 这样感觉是很不好的 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你应该要继续讲说 那到底是什么产品 在这个年度卖的特别好 尤其是在几月的时候 对不对 你觉得这样子 把这中间的剧情 再把它描述更清楚一点 老板才会比较 觉得说你的报告是很真的 可以吗 我大概把连续性的分析 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到时候希望各组 到时候做出来的资料 你就展示 展示这样的结果给我们看 然后去分别说明 当然要进展到 进展到产品的说明 这不是只有时间说明 这边七月是不是老板也想要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产品卖不好 还有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客户跑掉了 客户的影响 这都是他想知道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只把现象告诉他 不把那个原因告诉他 我们连续性分析暂时上到这